习近平主席此次反而也是为了和平而去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对话一边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不久前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 重申了习近平主席此前提出的四个共同 四个应该和三点思考的核心思想 集中体现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 公正立场 中方的主张归结为一句话 就是劝和促谈 我们始终认为 政治对话是解决冲突争端的唯一出路 拱火地刀 单边制裁 极限施压 只会激化矛盾 加剧紧张 不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期待 中方将秉持在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的 客观公正立场 继续为政治解决危机 发挥建设性作用